大家好 今天从严芳开始聊 严芳应该是太极凌空派里面 比较出名的一个人物了 毕竟他是被央视揭穿过的 他应该是马宝国之前太极界的顶流 人称殿母 这里科普一个冷知识 严芳这个严姓呢 在七十年代之前并不存在 他是七十年代二简字方案中 严王的严的简化方案 就像我现在有一个姓严的朋友 他清明节去给祖先扫墓墓碑上 刻的都是严王的严字 这就是当时的二简字方案 简化的非常失败 结果没用多久就取消了 但是很多严姓的人呢 觉得中间画三横的这个严 比严王的严更好写 于是就保留了这个姓氏 咱们再说回严芳 其实严芳的这个触殿风格的太极 与他同期还有一位 从辈分上来说 他应该是严芳的师侄 因为严芳的师父李金武 是陈发科的徒弟 而陈发科的孙子叫做陈小旺 而今天要聊的这位 就是陈小旺的徒弟 咱们先看看这位陈小旺的徒弟的表演视频吧 这就是今天视频的主角 最早被称为电漫的太极大师 黄中达 他也是上过央视的人 他曾经在央视上说 是人家主动的挑衅我 然后主动的 因为他们人多我人少 他们三个人只能进攻我 那时候还年纪还比较轻 不懂的 就是说其实人一下也就难死 或者让他坐一下也难死 但是呢 也是比较气盛 他就进攻我的时候呢 我就出手了 一掌打断了五根肋骨 一掌打断五根肋骨 这是多么牛逼的劲道啊 这就是传说中的泪力吗 你会发现这些太极大师 在宣传的时候 从来不是宣传他们的养生功能 从来就是说 我特他妈能打 而且是越老越能打 所谓的太极十年不出门 等到被人打了之后 他就会跟你说 全怕少壮 你欺负老头 反正怎么说 都是他们有理 黄中达靠着在街头表演 闹了不少钱 随后就在上海的八万人体育场 开了一个太极养生馆 说是养生馆 但实际上在馆内表演的都是一打多 还有触电之类的 他请的这些徒弟呢 没有延峰的那些徒弟 演技那么浮夸 就是很正常的滚出去 跟电影里面一样 延峰的徒弟就比较浮夸一点 像陀螺一样在地上转圈圈 当然了 他也会请几个洋人来配合一下 其实现在最崇洋没外的 恰恰就是这一帮叫着 弘扬民族文化的传武大师 和传武拥护者 他们的逻辑就是 你看连人家洋人都信了 你们凭什么不信 难道洋人就没有傻逼吗 马宝国在英国还带着一帮洋人 承包地了 当有新学员去太极养生馆学习的时候 黄宗达就会叫他的老徒弟出来 展示一下配合一下 让新学员觉得哇原来我练了师傅的功夫 自己也能这么流逼 看看这小姑娘得意的样子 应该柳头就去给会员卡里面充钱了吧 对充完钱 充完钱师傅过功力给你 你就可以所向无敌了 看你师兄有了师傅的功力 多厉害 当有人来踢馆的时候 怎么办呢 别怕 师傅不会上场 师傅有挡架弟子 你看看黄宗达师傅就派出了他的地址 跟踢馆者开始切磋 反正打赢了就是你不行 打输了就是你不讲武德 这么也就糊弄过去 糊弄过去之后呢 就继续收费教学 不 他们叫传权 多有逼格 来学习的都是一些什么人呢 大多数都是武侠小说重度患者 从武侠小说患者到太极拳患者 啊不 太极拳练习者 肯定是要花费不少钱的 而黄宗达赚了钱之后 也不忘师傅 搞了一个陈小旺全数研究会 陈小旺还亲自到现场收钱 啊不 揭牌 2007年8月 陈世太极拳19代传人 陈小旺大师 在百忙之中 专程来到上海太极养生馆 为陈世太极拳 陈小旺全数研究会 举行揭牌仪式 陈小旺大师任命黄东达先生 为研究会会长 并亲笔题词 易经 他们这个传承体系跟传销 是有异曲同工之处啊 只要能挣钱就能挂牌 全中国 甚至说全世界 所谓的陈小旺全数研究会 是不计其数啊 曾经有定友在我的频道问 叫我介绍一下 这些传武大师们怎么敛财 这不就是他们的挣钱之道吗 所以谁打破了他们吹的刘逼 就等于是要去断他们的财路 自然也就成了他们的敌人 别说徐耀东这种在雷台上 打倒太极大师的达家者 就连黄中达这种他们的下陷 也因为央视的剪辑 而被陈家沟围剿过 想要学习真正的太极拳 黄中达知道 必须要找到一位 精通太极精髓的名师 于是他开始四处云游 寻法名师 人家焦虑了以后 感觉书上的这种魅力 没办法从这些 老师和大师身上的极限 我看到的都是发一把力 绝对体现不到 怎么引进落空思想 怎么让别人使不出力 这种看似就是说 非常神奇的东西 根本不可能从他们身上 体现出来 央视这个剪辑 在前面放了黄中达 和陈家沟这些太极大师的合影 后面黄中达又说 这些大师体现不出来 太极的东西 这顿时惹毛了陈家沟 陈家沟太极学校的总教练 陈自强 跑到了上海 质问黄中达 黄中达连忙解释 老大老大 这是误会 这是误会 都是央视乱剪辑的 是因为中央电视台的编辑 在剪辑的过程当中 一些事物的一种 这种情节 这种情节呢 因为导致了 就是说 好像我对陈家沟的四大金刚 有什么不敬 其实完全错了 因为我是陈小旺 全球研究会会长 我对陈小旺大师 陈小旺大师和周天才 王歇尔 我应该对他们都是非常仰慕和敬重的 我绝对不可能说是颠误他们 或者说说他们怎么怎么的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实 解释清楚之后 陈家沟表示 好了 你继续传权吧 得到批准之后 黄大师就继续传权了 这些年越做越大 创立了一禅文化公司 分店也开了很多 而黄大师依然不忘初心 在到处发扬着他的触电派太极 而他现在也自称义太极掌门人 全球孔子学院院长辅导老师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导师 我国的名片管理制度实在是太松了 北大经济学院导师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称呼 战狗们一直说 我在这里揭露传武大师 是在诋毁中国传统文化 这瞎吹流逼就是战狗们口中的 中国传统文化吗 黄大师吹着这流逼 这已经不是传统文化的问题了 这是没文化的问题了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里吧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 欢迎订阅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更新了 有你们订阅真好 愿你们每天都过得愉快